慈祭教育置业在美国也生根了20年的时间 要为下一代继续注入新的心力 继续就来看在南加州核桃市的 慈祭美国教育置业园区 这一次举行了很隆重的启用典礼 节奏明朗的太鼓声 热闹的舞师表演 在禁思经社 德岳和德产两位法师的 祝福带领下 为慈祭美国教育置业园区正式节目 来自全美600位志工 以及美国主流社会各界人士 共同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 在校园的一角 种下小树苗 象征着为美国下一代的教育 扎根生根 来自禁思经社的德产法师 在启用典礼上攻读证言上人的祝福函 实际教育置业遍布全美 目前在全美共有四所大幼儿园 一所小学 以及23所人文学校 让这些在这边生的孩子们 能够知道中国的文化 能够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根在哪里 看到在美国我们现在有130几个定点了 那这个种子我相信发扬的更广 那把这个爱传给大家 我们的世界会更好 二十年岁月匆匆 慈济美国教育置业园区的启用 是新的里程碑 是新的起点 而这一刻开始 美国的慈济志工任重而道远 大爱新闻黄瑜 温秀莹 美国洛杉矶报导